我们来看看路股 路股到底在最近涨什么呢 最近有个族群 异军突起 那是机器人概念股 突然间全面大涨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 大陆的机器人概念股 为什么在这时候突然大涨呢 因为中国大陆决定要 针对这个产业砸大钱了 那么中国大陆已经说了 他们做人型机器人 工信部喊出 2025年要实现量产 那么其实他们的工信部 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砸钱了 就是要拿钱出来 不管是补贴呢 还是补助 所以我们来谈谈 大陆的机器人产业 据说来应料 这几天 明明变一变 是这个人型机器人 其实在全球的这个科技方面来讲 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战场 那这几天中国大陆的 这个机器人概念股会强的原因 主要在于说 这个工信部的部长 他宣布说 接下来呢 要做要投入人型机器人 创新发展指导意见 那推动了很多政策呢 他是希望在2025年 就可以让人型机器人的体系 达到一个初步的一个状况 那其中包括呢 他希望可以在大脑小脑 以及肢体的部分 关键技术可以得到一些突破 那人型机器人 他在中国市场的规模 到底有多大呢 根据这份计划来看的话 他预估在2026年的时候 这个人型机器人 在服务型的机器人 就是说服务型的 目前就是箱形那种机器人 是 他的渗透率要达到3.5% 那这个规模上来看的话 大概是20亿美元 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呢 会成长10倍 会变到200亿美元 所以这个市场的成长力道上来看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中国未来预估呢 在这个200亿里面 他要占25% 那25%等于是50亿美元嘛 所以这个商机来看的话呢 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创造一些奇迹 也不一定 所以在这个推出的情况之下呢 中国相关的概念股呢 最近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大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机器人概念股 比较陌生了 但是因为整个族群都在动 我们要留意这个趋势 这个包括东旭光电 领域制造 经验科技 文艺科技 包括龙西股份 东方嘉胜 聚轮 对不起 聚轮智能 绿的接坡 绿的接坡 哇不得了 一天就涨 大概都有10个百分点左右 那根本比较很波段 那我们回来讲 那么大陆到底针对人型机器人 他们重点发展什么呢 其实大陆的人型机器人概念股里面 有两档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档叫做优币选科技 那另外一档呢 就是刚刚那个 很难念那个绿的斜坡这档股票 他叫绿的什么 绿的斜坡 应该是和谐的斜 绿的斜坡因为它是简体字 绿的斜坡 那其中这个绿的斜坡 它主要是供应这个优币 优币胜科技 这个减速器的部分 因为人型机器人 所以楼上的这一档是什么 这个是整体概念股的一个集团 整个概念股 对 这个是资金的流向 资金的流向 钱流进的这个足距 而整个概念股是上涨 那么个股涨翻天 对没有错 那因为绿的斜坡它主要是供应优币胜科技 这个减速器 人型机有很重要三个元件 一个是减速器 第二个是所谓的伺服电机 就是马达的部分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控制器 所以它是专门供应优币胜科技 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型科技 这家公司减速器的 所以它的涨幅来看呢 算是还相对的一个不错 我们听不太懂 那减速器是什么 减速器 讲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马达 大家知道它在转的时候 前面那个头有没有 它其实所承载的力道很小 因为它就是快速转而已 对 那你要让它有承载力道 就要装什么 装齿轮 你装齿轮之后 透过力学的转换 它的承载力道就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中国大陆把这个东西叫做减速机 我们台湾叫做减速器 这是它运用在里面 就是很多机器人关节 这个可能 有时候机器人要提重物的话 都要靠过这个来做一个放大 它一个负载的承载力道 所以它长这样是不是 对它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要装在每一个关节上面 对 这个是所谓的工业机器人手臂 这个是目前机器人运用最广的这个东西 叫机器手臂 未来会发展人型机器人 现在大部分都用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每个关节有没有 都有所谓这个减速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好了 就如同我们经常在讨论电动车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讨论它的电池 对 这个电动车到底有没有竞争力 它的电池是关键 同样的 那如果机器人产业是未来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兴产业 那么也要知道 到底机器人产业里头的关键核心零件是什么 就是减速机 减速机 减速机是其中一个 好 在画面上你可以看 这就是减速机 它就是那是一个齿轮概念 就可以把这个马达的力学 发挥到更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你马达只是转比较快而已 你要承担一些负重力比较大的话 要透过这个齿轮去把它放大到力学的一个承载作用 所以到时候呢 这个东西来讲 未来会运用在很多机器人上 那运用在人型机器人部分来讲 就要看优必胜科技这家公司 因为呢 你会发现这一次四大运的闭幕式 优必胜科技就展出了一些人 这个人型机器人 包括Walker X跟这个猫熊机器人 那其中呢 他们可以怎么样 骑这个所谓的平衡车 机器人骑这个平衡车 甚至机器人可以打开冰箱来拿水 甚至呢 他可以自拍 还可以跟你比爱心拍照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未来你会发现 这个应该会越来越聪明 所以人型机器人未来运用会更广 那绿的鞋货 他主要就是提供他什么 这个减速器 因为坦白讲 这家这个减速机 未来在台湾受惠干点股上很少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大的 他是第一个可以把减速器 达到量场规模化的一家公司 因为我们如果要做人型机器人 我们自己的核心产业里头 减速机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是缺的 我们来讲应该说 没有他那么大 我们还是有一些厂商 但是比较小 他是算是中国最大的 对比较最大的 那这个如果未来人型机器人 运用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那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如同马斯克的预言 马斯克曾经在X 他的平台在X预言说 未来人型机器人 越来越多的时候 人类会变成所谓的富足世代 那富足世代就是说 人类会坐拥高薪 不用有基本的收入 但是大家要小心什么 人型机器人会跟着你到处走 那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说 可能会变成这个 机械攻敌那个电影 那个画面一样 机械攻敌是2004年 由威尔史密斯所主演的一部电影 当时引发了 这个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回响 就是说哇 机器人演变到最后 可能会攻击人类 因为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有时候觉得电影 真的蛮厉害 我们经过10年或20年 再回头去看以前的电影 你会发现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或不可能的事情都实现了 对 它感觉是那种大预言的感觉 就把这个未来发生的事情 直接把它点出来 那这个里面它其实就讲到 这机器人它其实要遵守三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定律 就是说不可以去伤害人类 那第二个定律是什么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一个指示 第三个是什么 不违反第一跟第二个情况之下 机器人必须要保护自己 但是呢 影片到最后是怎么样 机器人不断的演化 它的软体更新之后 它有它的智慧了 就变成到最后机器人是 联合起来攻击人类的 就变成人机大战 这也是马斯克跟很多那种 机器人发展 人所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机器人怎么去监管它 当然就是它那个AI晶片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除了减速机之外 其实机器人另外一个核心产业 就是AI晶片 没有透过AI晶片 没有办法控制它 那我们回来讲 机器人真的会大量地取代 我们的工作吗 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事 很多我们过去认为 它没有办法做的事都可以做了 比如说它可以投篮 它可以帮你倒咖啡 它可以做很多 现在是人类 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事 对没有错 那个人类就是这样子 又怕机器人 但是又想要发展机器人 那机器人来讲的话 这个根据日本丰田的工程师学会 它就发展出一个投篮式的机器人 叫Q6 Q6它的这个身高大概210公分 然后体重大概是100公斤 它的投篮很准 它罚球线 除了罚球线投篮之外 三分线投篮也很准 甚至中场的那个 中场那条线 它投篮的时候 也几乎是每发必重 那每发必重有什么好看 就是 我们看篮球比赛 就不能每发必重才好看 哪一天机器人 他们组队 组队 篮球比赛上 你就会发现那点都不好玩 对吧 就比一看到底人类强 还是机器人强 这应该也是更慢一点 人类跟机器人比的话 应该是机器人比较强 应该机器人比较强 因为它几乎每发必重 它到中场就可以投篮 但根本玩不过它 重点不是在它投篮 重点是在它那个手腕的灵活度 然后我们来看看影片 其实关键是在它的手腕灵活度 以及它的跳躍等等 这代表它未来可以帮我们做的工作 有更多了 没有错 这是这个丰田发展出来 丰田发展出来 那其实这个除了这个手背之后 可是你看看它手背 这个还是有点僵硬 所以你未来要更大的运用什么 你要发展出所谓的机器人皮肤 它的触感就感觉跟人的皮肤一样 机器人皮肤这个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跟日本的本田公司 他们就有合作 开发出一个所谓的 柔性的这个感测器 仿真皮肤画面 这个看到画面 这个柔性感测器 它其实就是用矽胶做的 因为你矽胶比较柔软 所以它的这个触感来讲的话 跟人类的这个触感来讲 是比较接近的 它可以更高灵敏度 甚至可以做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 甚至可以弯曲 甚至你要脸部皱纹 它未来都可以呈现的出来 所以这个如果未来广方运用的话 所谓的这个类人类的机器人 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实现的 那除了这个民生的运用之外 其实在军事上来讲的话 各国也在积极投入 像中国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记不记得郭台铭 当时参选的时候曾经说过 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我就派八万机器人去打仗 当时我们觉得匪夷所思 现在听起来是有可能的 真的有可能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就发展机器狗去打仗 对 大家可以看这画面 这个机器狗在这个拔柴里面 它已经拿出来做训练 这个机器狗 它的头上是可以装载 所谓的这个机枪 各式的其他武器 然后它可以在各个场地里面 比如说像瓦砾石堆 是楼梯部分 都可以行走自如 所以这个如果在大量的运用 在战场上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应该会 会变成一个非常要命的 一个杀伐 它真的能够击避敌人吗 它可以锁定目标 然后击避别人吗 真的可以击避敌人 因为它前面有装这个 所谓的镜头 然后还有说光学探测器 所以它可以瞄准战场上的敌人 现阶段来讲 它还是只是一个 由人类来控制的阶段 但是未来如果发展更聪明的话 这个到底是不是敌人 这个要不攻击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中国它现在 也在积极发展什么 无人机的一个作战计划 因为这也是无人机系的 一个一种 好 所以机器人的范围蛮广的 包括你刚刚谈到的无人机 那我们回来谈 如果这是一个大陆会全力发展 而且补助的新兴产业 我们一定要留意 这个新产业的变化 那么盘面上 台湾有相关的机器人概念股吗 有 其实今天盘面上 很多相关机器人概念股 就已经开始涨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机器人三要件是什么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减速器 我们刚刚花了时间讨论 这个减速器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叫伺服电机 他们叫伺服电机 其实讲白话一点 就是什么 马达的部分 就马达 因为机器人每个关系 你都要马达嘛 所以马达的运用量也会很多 那第三个就是晶片AI的部分 控制器 控制器就是AI嘛 AI晶片 那其中我刚刚讲的 减速器来讲的话 绿的斜坡 它自己已经寡占中国大陆市场 这个台湾很多啊 对 这个台湾很多啊 这个台湾其实有一家 来讲的话 今天你看很多AI概念 机器人概念 比如像领阳 它就是有机器人IP的 这股价也大涨 然后领群呢 是目前最指标性的 就想到机器人 它就想到它 所以它今天股价率先涨停板 功能涨停板 对 然后资通的部分呢 通常领群涨的时候 它就会被带动 这两个有点相辅相成 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 移动式机器人解决方案 像威强电 工业电脑的部分 这个也有 然后雅德克呢 就是在这个所谓 工业机器人运用的部分很广 那我觉得这家公司可以看一下 叫协议机的部分 4533 协议机前一波 搭造所谓的AI概念股的时候 它飙了几倍 这一段 娟姐它飙了三倍 经过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整理 你发现到融资呢 从1.4万张 一路降到7000多张 目前来讲的话 低档出现了一个止跌讯号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讲的 伺服电机的部分 它是这个里面的专家 它就是做 对 就是做 这个机器人的马达 现阶段来讲的话 它在中国昆商场的部分 就有什么 做小型 中小型跟大型 大型就是用在什么 这个工业守备机器人那个部分 它其实前几年都要发展这个 但是前几年这个事况不好 所以它去改发展这个 那现在你如果中国要推人型机器人的话 小型跟中小型 这搞不好就有商机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日K线 我们来看一下4531机 是做马达的 盘中这一波拉台 我们看盘中走势 盘中这一波拉台看起来 这有大人在里面 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你盘中你看到林群 林群在强攻 所以大家想到 中国大会今天这个机器人概念 又大涨了 所以林群强攻之后 大家想到还有什么 这个机器人概念可以留意 那它刚好就是做这个 伺服电机的部分 马达的部分 所以它应该就是这个题材所受惠 那当然来讲大家会比较安心 是不是当冲进来 可是你冲完之后 你发现它尾盘也熟了 还算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 跌升了这个地方 上来的情况之下 应该会有机会 但是它这个量还很小 对没有 因为过去的量太大了 因为过去这样股票 大家太爱冲了 所以这个都当冲冲出来 这个冲坏掉了 所以今天目前看起来 3000多张来讲 算是正常的量 而且它另外一个题材在于说 因为它这个欧盟 有一些工厂在做合作 那欧盟2020年 要所谓的减碳 减碳的情况之下 它用到很多 这个伺服冲 冲床的部分 就要用他们家了 为什么 它可以省电 省大概25到50%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但是它这个业绩上 后面来讲 应该贡献蛮多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